玉溪地区农会台湾道明达人相政赛 9号经过了激烈的竞赛 台湾豪民主冠军李忠勋 亚军彭永顺 季军夏宝明 而在有机民主冠军是康明毅 亚军是杨朝复 季军是曾文真 另外李忠勋 康明毅 杨朝复 也将会代表玉溪地区农会 参加今年的全国竞赛 玉溪地区农会台湾道明达人相政赛 8月9号经过激烈的竞赛 台湾豪民主冠军李忠勋 亚军彭永顺 季军夏宝明 有机民主冠军康明毅 亚军杨朝复 季军曾文真 另外李忠勋 康明毅 杨朝复 将代表玉溪地区参加今年度的全国竞赛 有机民主的部分的话 冠军是康明毅 那亚军是杨朝复 其实这两位坐有机的部分都相当的不容易 然后他们一个在得舞 一个在春日 都在位在水尾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们两个也相当的有经验 这几年也都持续都有得奖 那豪民主的部分 我们的冠军是李忠勋 那他也是长年的得奖的得主 那相信今年我们参加全国赛 会相当的有希望 有机民主冠军康明毅 以高雄14期米来竞赛 米力较大科吃起来有弹性 也是比赛的常胜军 这次天气关系 所以潮重质量不重产量 那今年天气真的是比较不好 那还是 就是说这个还是按部就班 按照这一半的这个 比较强求追求产量 追求我们的品质是最重要的 蔡宗翰说 也看到过去的冠军米得主 和多位青年农民的参与 透过竞赛累积经验 相信能够让更多人看见 来自最大道武镇的最优质好命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